那就是她也是希望每一個女生 不論在旅行者 都可以勇敢出發 有這樣的一個改變 那就可以像Mescom的女孩子一樣 都是充滿自信的 所以你今天的選擇 就是有些來免性的一個 對 這樣子的一個女性系的套裝 也是這一季非常好的 你可以看到很多名人的那種 美罩、穿搭、紅色系的一個套裝 然後都是必備的 那是我今天穿的這一套 它也是一個我最舒適的 私下我自己最喜歡的一個 穿搭的這個Tandie 都很適合啊 後來也可以混蛋 像我現在穿那個外套 只是電梯雪骨 然後配這個插布 然後修行的時候也打扮 我們也是一般人啊 就跟一般夫婦一樣 因為他一定會有落腳 因為他冷的底下也很舒服 我們的個性比較沒有辦法 因為有的是那種 我們一定要講出來 就不能憋在那邊 然後兩個人都不說 然後好像要 好像 看誰會贏那個冷戰那種 那種是我們兩個不太會 就沒有辦法 我們個性沒有辦法 這樣子 然後 我先生也是很喜歡動物的 然後他覺得 我自己的夫妻只要有問題 絕對要講才 就覺得要 他解決了 不能放在那邊 不是大家心裡面對 在那邊 都是不健康的 對 對 對 最後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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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啊 很多就是一般人會的 比方說 嗯 我先生也是那種 愛面租一路了 就 硬不肯問路喔 就是一定要自己 想辦法 或是找Google 或是 看地圖 他就是不願意開口問的那種 我每次都跟他講說我們比較像窗戶 問一下 就好了 就解決了 但是 我覺得男生好像就是 對這個有一點愛面子 會比較 不想求就 想要自己解決